各位好 今天11月4號星期一 周二復始 又是新一期的時事亮亮 和大家見面的時候了 首先我們起來回顧 上週的要問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號在塔什幹出席 上河組織政府首腦理事會 他呼籲上河組織成員增強互信 携手應對挑戰 維護安全穩定 促進經貿 交通和科技創新 等領域的共同發展 此外 李克強3號來到泰國曼谷 出席東盟與中國領導人峰會 他重申 中國堅定支持東盟 在東亞合作中發揮中心作用 同時表示 中方願與東盟一起 推動南海行為準則 取得新進展 英國貨櫃車藏室案有新進展 英國警方1號確認 39名死者相信全是越南公民 越南駐倫敦大使館 對消息表示生氣哀悼 向死者家屬致以誠摯慰問 在調查方面 再有三名涉案嫌犯 分別在愛爾蘭及越南被捕 相信嫌犯已從事人口販運多年 跨國的調查行動 仍在繼續進行 美國眾議院10月31號 針對是否正式授權 對總統特朗普 啟動彈劾調查 進行全院表決 結果以232對196票通過 民主共和兩黨投票傾向 壁壘分明 這一結果不是決定 是否彈劾總統 而是將讓彈劾總統的調查過程 公開化 特朗普回應稱 民主黨的行為是一場騙局 並堅稱自己與烏克蘭總統 跟責連司機的通話 非常完美 完全恰當 蘇格蘭最大城市 格拉斯哥11月2號 有數千人集會 要求讓蘇格蘭脫離英國獨立 蘇格蘭政府首席大臣 蘇格蘭民主黨黨魁 尼古拉斯特金此前表示 一個獨立的蘇格蘭已盡在支持 然而英國首相約翰遜 對蘇格蘭尋求獨立的呼聲 表達強烈反對 英國下月12號舉行大選 約翰遜將放棄 一直支持的硬脫歐威脅論 而將正點改為推動國會 盡快通過行脫歐協議 英國的全稱是 大布列甸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它由四個地區組成 那就是英格蘭 蘇格蘭 威爾士和北愛爾蘭 那麼其中蘇格蘭我們知道 對英國歷史文化 有所瞭解的朋友都知道 蘇格蘭在英國歷史上 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許多我們所熟悉的 英國的歷史上的這些名人 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科學的 甚至包括體育方面的名人 其實他們都是蘇格蘭人 當然我們說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裡面 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 誰的貢獻更大 這本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而蘇格蘭獨立本來也不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但是我們說當這個英國的這個 我們說英國是大布列甸和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的這個超過一半的這個民眾 在投票當中支持英國脫歐之後呢 蘇格蘭獨立卻突然就變成了一個現實的問題了 因為蘇格蘭的主流民意 他們是贊成英國留在歐盟的 蘇格蘭自己也是作為這個歐盟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時候 他們才有更好的前途 這個前途不僅是經濟上的一個前途 各方面的情況都是如此 所以如今當這個英國脫歐 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了 我想這次大選 英國這個12月12號舉行這個大選 也不可能改變這個趨勢 除非又出現了一個黑天鹅 除非這個12月新的大選出爐之後呢 這個新的這個政府這個要求再次來一個公投 而這次公投結果說不定又否決了 原來這個脫歐的公投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 那麼蘇格蘭獨立的呼聲它就會降低 但是如果英國按照現在這個日程表 那麼要和這個歐盟正式地來一個 有協議脫歐的話 那麼蘇格蘭的這個獨立呢 看來確實是已經是不可阻擋了 因為蘇格蘭人他們不能夠容忍說 作為一個地區 作為英國的一個地區 但是呢是要脫離歐盟的 因為這個蘇格蘭就是 就算作為一個地區的話 就算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作為一個地區的話 他們這個和歐盟的這個經濟上的聯繫呢 也是千絲萬縷的 剪不斷和禮合亂 所以蘇格蘭的這個主流民意呢 不能夠容忍英國的這個脫歐 那麼但是如果英國的脫歐 是不能夠他們所不能控制的話 那麼他們選擇的道路 那就是脫離英國 脫離WT和北亞蘭聯合王國 那麼這樣的話就蘇格蘭要獨立 當然蘇格蘭獨立不是一個 簡單的這個事情 但是呢我們從民意的 這個主流民意來看的話 它已經是用這個 蘇格蘭首席大神的話來講 已經是近在咫尺了 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 這個蘇格蘭脫離英國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對於這個聯合王國來說 當然是一個非常令人難堪的問題 也可以這樣講 沒有了蘇格蘭的英國 那還叫英國嘛 更何況英國還不僅是一個 蘇格蘭的問題 威爾士也有人鼓吹要獨立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北愛爾蘭就不用說了 北愛爾蘭當然也有人鼓吹說 我們跟愛爾蘭本來就是一家 如果這個 他們除了有這種 當然有歷史的原因 我們知道只是在2030年前 這個北愛爾蘭還曾經是 這個腥風血雨 當時這個愛爾蘭共和軍 製造的這種恐怖襲擊 但這種恐怖襲擊 其實它有名義基礎的就是北愛爾蘭人民的 這種反抗英國的統治 那麼如今由於英國投入 又再次刺激了這個北愛爾蘭的愛爾蘭人 他們希望跟這個愛爾蘭 重新統一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從這個情況可以看得出來 英國的這個脫歐 它引發的這個風波 就遠遠不只是英國和歐洲的 歐盟的關係這麼簡單 它甚至引發了一個非常嚴重的 就是大布列頓和北愛爾蘭亡國 最終也可能分崩離奇 最終也可能只剩下英格蘭一個地區 能夠支撐 如果它只剩下英格蘭一個地區的時候 它還能叫聯合亡國嗎 那肯定就不能叫聯合亡國了 但這卻是一種可能的前景 亮台縱橫 本月的主題是普京執政20年 本週的主題是普京突然崛起俄羅斯政壇 20年前的秋天 當時我在平面媒體工作 至今印象很深的 就是俄羅斯總理弗拉吉米爾普京 第一次出現在APEC正式峰會的時候 各國的記者們都大吃一心 紛紛都在打聽 這個普京是何方神聖 他不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人 個子不高 不像葉利欽那樣的虎頭雄尾 同時他不動聲色 但是人們對他的過去都很不了解 而且誰也沒有想到三個月之後 這位總理 也就是在1999年的12月31號 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 就任命這位總理作為自己的代總統 因為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公 發表這個元旦講話的時候 讓全世界大吃一驚 他說他宣布辭去總統的職務 而且任命普京總理作為代總統執政 而四個月之後 普京就在大選當中勝出 成為俄羅斯的總統 俗話說 這個亂世出英雄 普京能夠崛起在俄羅斯政壇 確實就是亂世出的一個英雄 因為在普京出任總理的 那個時候的俄羅斯 蘇聯解體還不到十年 但是已經淪為一個三流的國家 俄羅斯政壇是一片混亂 經濟上也是一片混亂 蘆布大幅度的貶值 國有資產都被這些大赫們 攫取了 而且西方的影響 這個正在試圖操控整個俄羅斯的這個政治和經濟 民眾可以說也到了民不聊生的一個地步 另外方面這個車臣的叛軍 那麼又趁勢崛起 那麼這一切呢 放在普京的這個身上啊 他面對的是一大堆的這個難題 克格勃宗教書生的普京是典型的一個蘇聯普通工人家庭的這樣的一個兒子 但是他說過很好的一個教訓 所以他對於這個蘇聯時代 對於蘇聯時代這個強大 那麼同時也是對於蘇聯時代的這個弊端呢 都有切身的這個體會 特別是當這個1989年啊 當時這個蘇聯已經出現了這個大混亂 當時他在東德的這個德雷斯頓 作為一個在當地的克格勃的一個負責人 他經歷了這個東德的這個劇變 那麼也經歷了在祖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是他讓他這個終身難忘的 用他自己後來的話講啊 因為他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呢 當時有記者問他 說這個普京先生 您是不是還是蘇共的這個黨員 有沒有退出蘇共 他回答了一句話 他說不是我退出了蘇共 是黨已經不存在 那麼這樣一種亡黨亡國的這個惨痛經歷啊 使這位個子不高 但是呢很堅毅的克格勃宗教呢 可以說養成了一種 他想要恢復祖國的這個地位 那麼同時呢也由於所謂強力集團 就蘇聯雖然解體了 但是呢克格勃並沒有瓦解 強力集團通過各種方式 把他送進了克里姆林宮 那麼最後又讓他擔任了俄羅斯的 聯邦安全局的局長 和聯邦安全會議的秘書 那麼在這個職務上 葉利欽任命他作為總理 也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 普京上台的時候呢 因為大家不了解他 所以呢誰也不看好他 誰也想不到這個小個子的普京 這個特工出生的這個普京 經過執政了這個20年 那麼使得俄羅斯 那麼又重新成為一個世界大國 而且這個俄羅斯不僅在國際上 重新有了這樣的一個大國的地位 而普京本人呢也成為當代世界最著名的領導人之一 他的這個強人的風格也成為很多政治家 這個嚮往的一種這個目標 其實不光是在這個東方世界 包括在西方世界 他都有很多的這個粉絲 而且他的粉絲呢 是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範疇的 這點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們說這個傳統的 比方說那些左派的這個人士 很可能會支持普京 但是很多右翼甚至極右翼的人士 也是普京的粉絲 那麼這一點呢在過去 我們說在蘇聯時代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在當今世界 特別是這個世界形勢 發生迅速變化的這個情況下 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 它的領袖執政20年的這個道路呢 確實是值得我們與總結的 今天第二部分我們要聚焦的是 智利放棄主辦APEC峰會 中美的峰會要另外找地方 智利連日出現大規模民眾示威 總統皮尼拉10月30號宣布 取消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自身APEC成立以來首次迎東道主因素 取消年度峰會 外界關注原定於APEC峰會期間 簽署的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能否如期推進 特朗布指第一階段協議 占總協議約60% 並再次肯定會與中方簽署協議 目前正在物色地點 他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曾經多次到訪的愛奧瓦州 可能是其中一個選址 愛奧瓦州是美國主要農業州份 也是美國大選的關鍵州 2016年美國大選中 特朗普獲得愛奧瓦州51.1%的支持 並得到了該州的選址人票 中方對簽署地一直沒有表態 但外媒報導中方提議在澳門簽署協議 對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在回應中表示 這純屬意測 與其同時 中美經澳高級別磋商 雙方簽頭人於一號通電話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表示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取得巨大進展 有文章認為 中方三個核心關切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同時呼籲要對談判是否能達成協議 保持理性冷靜 做好良手準備 智利是今年的APEC峰會的主辦國 我們到亞太經合組織成立以來 每年只有各成員國輪流主辦 那麼在今年這個情況 這情況就非常特別 我們知道在拉丁美洲有幾個APEC的成員 他們全部都是拉丁美洲國家裡面的 太平洋沿岸的國家 那些大西洋沿岸的國家 當然就不符合我們說這個APEC 就是太平洋這樣的一個定義 雖然說這個亞太經合組織呢 它是一個比較鬆散的這麼一個經濟合作方面的 這樣的一個論壇 那麼每年要開一次非正式的峰會 而且它的成員呢 也既包括了太平洋的 沿岸的這個東邊和西邊的這個主權國家 那麼也包括一些這個小型的這個經濟體 例如像這個台灣 例如像香港 那麼這樣一個經合組織呢 它實際上是這個亞太地區經濟成長崛起的一個產物 那麼特別是亞太地區包括了這個 比方說世界上最重要的 就幾個經濟體 比方美國 世界經濟第一強國的美國 那麼世界老二中國 還有世界老三的日本 這都是在太平洋地區的 那麼所以這個亞太經合組織呢 從這個創辦以來呢 它在這個協調亞太地區的這個經濟發展 而且呢讓這個亞太地區的這個 各個經濟體的領導人 有一個年度聚會的機會 那麼可以說就創造了一個很好的論壇 那麼而且中國的這個參加呢 也為這個亞太經合組織的 可以說注入了一種這個新的 全新的這個活力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這個今年的這個智利呢 由於自己國內騷亂的原因呢 被迫放棄這個主辦兩個重要的會議 一個是APEC峰會 一個就是聯合國的世界氣候變化大會 這兩個會議當然是相互之間是沒有聯繫的 但是對於智利當局來說呢 都是非常痛苦的決定 我們說沒有一個國家在 如果在這個國泰民安的時候 會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因為這不僅是這個自己國家形象實力的一個反應 而且這也是他的責任 是他這個義務 你已經承諾好要辦的 結果臨時由於這個國內形勢的這個 嚴重的這個惡化 這個智利就不能主辦了 這個當然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因為如果你冒險主辦的話 那麼這個騷亂沒有停止這個騷亂的話 它很可能會它一定會影響會議的這個順利的這個舉行 甚至對於各國代表們能不能在這個智利首都 這個安全的這個住宿安全的這個參加活動都肯定是一個疑問 那麼所以這個智利這個決定呢 它就給的原來要預定要到這個聖地牙哥 就還再過三個星期吧 再過兩個星期就要在聖地牙哥 原定在聖地牙哥舉行的這個APEC 非常是一個峰會的這個各國和各地區的這個代表們呢 那麼就造成了我們說這個史料不及的一種影響 那就是沒有人 我想這個因為在一個月之前 在智利這個騷亂沒有發生之前 沒有人 沒有一個國家它會有這樣的一個預願 但是到智利發生騷亂之後呢 當時我們作為媒體人呢 我們就能夠敏銳地就感覺到智利恐怕是不行了 那後來果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麼所以對於各國領導人來說的話 必須要採取緊急的這個措施 因為會議現在看來也沒有一個 而且這個APEC的章程裡面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條款 就是當某一個國家 它原定要主辦這個今年的會議 但是由於特殊的原因 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 它現在不能主辦了 那是不是由一個下一年的這個輪值國 提前來這個充當主席呢 沒有這樣的一個條文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今年的APEC峰會呢 也就一風吹了 就不可能舉辦了 那我們知道這個跟去年一樣 因為這個去年呢 這個中美貿易戰開始爆發了 那麼去年在阿根廷舉行的APEC峰會上 習近平主席和川普總統呢 舉行了一個三個小時的這個會談 那麼這個會談呢 就雙方就敲定了 要以這個談判的這個方式 後來的名稱叫做高級別的磋商的這個方式呢 來解決中美兩國的這個經濟和貿易的這個糾紛 那麼當時就引起了全世界媒體的高度的這個關注 那麼今年 那麼經過可以說這個一年的這個 將近一年的這個談判 十二輪的這個談判 也是經過了一個峰會路轉 現在呢這個中美雙方呢 已經就這個中美貿易協議的這個 第一階段這個協議呢 基本上已經取得了這個共識 那麼在作為雙方的這個談判代表 都還在做一些進一步的這個討論 那麼最後呢 就等這個協議完成之後呢 就等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 這個在智利峰會舉行一個峰會 那麼雙方來簽署這個協議 可以說全世界的市場 美國的市場都在期盼 這樣的一份協議這個誕生 但是沒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這次這個智利的這個APEC峰會取消了 但是峰會取消不等於這個 中美雙方的領導人 不能夠坐下來這個談判 以及坐下來簽署 那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什麼地方來這個簽署 在這個智利宣佈取消 主辦APEC峰會之後呢 當時有美國的媒體 傳出一個消息說 他們說這個中國方面提議 由澳門作為這個 中美貿易協議簽訂的這個地方 這個消息倒是很有意思 而且想想的話 它也也不像是這個空穴來風 澳門雖然是一個小城市 但是也是中國的這個 特別行政區之一 而且這個美國資本 在澳門的這個賭博業呢 也有巨大的這個利益 川普本人好像對賭博業也很有興趣 所以請他到澳門這個做 應該他不會定路 不需要停留很長的時間 做一個停留 那麼和習主席來一個會談 然後簽署協議 本來好像也說得過去 但是後來這個中國方面否認了 但是根據川普總統自己的這個說法 他希望能夠在愛澳華州 來舉行中美的這個峰會和這個簽署協議 這倒也是一個很靠譜的這個說法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當年這個習近平作為 河北省委 河北省鎮定縣的這個縣委書記的時候 那時候他才30歲出頭 他第一次出國訪問 就是到了美國 而且就是考察美國的這個農業 那麼而且就是到了愛澳華州 而愛澳華州這個前任的州長呢 又正是現在的美國駐華大使 愛澳華是個小州 但是呢卻是一個農業的大州 美國要這個 根據這個中美貿易協議 第一階段這個協議呢 中國要大量的增加 從美國進口農產品 那麼其中的愛澳華州 就會在這個其中 這個分得很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麼所以由於這樣種種的一個原因 這個川普考慮請這個習近平主席 到愛澳華州 這個可能是做一個短暫的停留吧 也或許還不是一個正式的訪問 因為正式的訪問的話 需要這個提前做很詳細的安排 所以這種 那麼中國方面到現在還沒有表態 但是我覺得這種可能性 還是很大的 因為中美兩國這個領袖 如果在美國農業 重要的農業州份 舉行一個會談 簽署這個第一階段這個協議 這當然是特朗普需要的 因為他現在全力以赴的 就是明年的這個大選 他必須要這個競選連任 而來自農業州份的這個選舉人票 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 更何況他現在面臨的這個 彈劾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說這個 今年可以說是一個黑天鵝世界 頻頻發生的這個一年 致力取消這個APEC峰會 是一個黑天鵝的這個事件 那麼實際上中美貿易戰的發生 也是一個黑天鵝的這個事件 但是這個特別像對於中國來說 如何應付這樣的黑天鵝事件呢 也是在這個百年未有之變局當中的 一種這個迎接挑戰 也是一種新的經驗 今天第三部分我們要聚焦的是 中共四中全會在公報中 談到了香港和澳門的 國家安全法律和執行機制的問題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落幕 公報特別提出要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這個提法首次出現在全會公報 受到廣泛關注 外界認為香港反修例風波持續發酵 主要揭示出香港23條立法遲遲沒有完成 導致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存在真空 而澳門早在2009年 已完成澳門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 澳門基本法23條以禁止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為主要內容 此外澳門也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並舉辦了首個境外國家安全教育展 有觀念認為香港反修例風波中 很多行為已挑戰中央權威和一國兩制 衝擊國家安全 中央對香港自行就23條進行立法 信心不大 與此同時 香港2號再爆發示威 有激進暴力分子破壞新華社香港分社 對此新華社發言人當晚發表聲明稱 就暴徒打砸新華社亞太總分社辦公大樓 並縱火的野蠻行徑表示強烈譴責 四中全會是上星期四下午閉幕的 晚上發表了相應的公報 公報當中有關港澳地區的內容 不僅受到了港澳新聞媒體的關注 在國際上也廣受關注 因為這是中共中央的全會的公報 首次把香港和澳門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在公報當中加以闡述 我們知道香港從6月初開始出現大規模的騷亂 到現在已經進入了第五個月 那麼這個騷亂一開始的時候 它看上去是針對所謂的逃犯條例 反對派把這個逃犯條例歪曲成 是一個送中條例 但是從這裡也看出一個特點 為什麼逃犯條例要說什麼是送中 就是送往中國去的條例呢 那麼由此就煽動和激發了 香港的一部分人的反中的情緒 那麼可以這樣講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和體驗 回歸22年以來 在香港確實是存在這樣的一種思潮 或者這樣的一種情緒 就是要兩制 兩制當然要 兩制就是不同於中國內地的 香港的自己的資本主義制度 或者是從港英時代 延續下來的整套的制度 這個制度當然很多人都是要的 我也要 但是問題是要這個制度的話 這個前提是要一國 因為這個一國兩制 它是由這個中國的中央政府 當年在跟這個英國政府 談判的時候確立的 那麼這不僅是對英國的一個承諾 更重要的是對於中國政府 對於回歸之後這個香港的一個承諾 但是呢很多人都忘了 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在香港 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 光怪陸離的這個現象 我曾經在節目裡講過 我們說因為最近這半個月來 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現了 模仿香港的這種暴力示威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這些暴力示威活動 他們不會反對自己的國家 他們反對的是自己的政府 或者是某些政客 我們再舉個例子 例子像這個在西方發達國家 或者法國從去年11月開始 爆發了長時間的這個黃背心運動 但是黃背心運動也有些很激烈的 這個甚至有暴力的行動 但是這些法國人是打著法國國籍 在參加他們的這個抗議活動 但是在香港卻不一樣 在香港的這個暴徒們呢 是這個以燒毀中國的國籍 侮辱中國的這個國徽 侮辱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侮辱中國的這個執政黨 作為他們的一個特點 到了近期呢就是已經是成為 一個普遍的標誌就是 這些示威者們呢 是舉著美國國旗 英國國旗來參加遊行的 而且喊出了要求解放香港的 這樣的這種口號 那麼然後更惡劣是呢 如果這不僅是和平的這個示威遊行 也不僅是一種這個口頭的 一種這個發泄 而且是把這個反對中國 作為他們行動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內容 那麼而且已經到了這個 令人發指的這個地步 我們看這個不僅在這個 前天在香港出現的是這個 燒毀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麼昨天呢在香港 就在我們公司附近 又出現了這個暴徒 這個侮辱中國國旗的 這樣這個行為 在香港現在形成了 暴徒們呢 是以這個針對中國 作為他們的這種 違法行為的一個標誌 反正是見到帶中字的機構 他們就要砸 就要燒 愛國有罪 舉著中國國旗的內地民眾 會被毆打 講普通話都有可能被毆打 反過來呢 卻是舉著外國的國旗 這個叫囂的 要解放香港的這個行動呢 卻好像成為了這個 香港的一種主流 而且這個警方呢 也是處於非常被動的 一種狀態 所以這樣一種 而且這樣一種 這個不正常的這個情況啊 就是這個愛國有罪 這個叛國有禮 好像反而成為了一種這個主軸 那麼這裡面 當然是跟香港這個回歸以來的 在這個法治上的這個 重大缺失是有關係的 那麼23條立法 本來就是香港應該做的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做 而且看來呢 如果沒有北京的這個督促的話 香港可能永遠不會去 23條立法 那也就是說永遠不會有在 這個國家安全方面的 這個法律和執行機制 而澳門在這方面呢 就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中央權貨的公報 把香港和澳門相提並論的時候呢 那麼以澳門來提醒香港 這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 香港現在這個問題呢 當然是法治上的一個 重大這個缺失 除了香港自身的這個問題 其實香港法治用來對付 騷亂和暴亂的這個法律 都是足夠的 但是呢 如何執行這個法律 又是一個問題 比方說這個反蒙面法 這個已經宣佈了 將近一個月了 但是這個香港的 一部分這個民眾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不怕 這也是現在香港的 這個違法這個示威活動 和這個騷亂的一個特點 特別是這些年輕人 他們好像參加狂歡節一樣的 在參加這樣的一種騷亂 因為他們知道 香港的法律 對他們不會重罰 他們知道香港的這個警方 對他們只會是 最低限度的這個武力 所以看這個暴徒們 這個中國銀行 是他們這個打雜的目標 中國旅行社是他們打雜的目標 中國的這些民族工業的這個品牌 是他們打雜的目標 包括聯想華為 小米 甚至連傳統的中醫藥的 老字號的一個企業 這個同仁堂 也成了他們打雜的目標 那麼然後到了這個前天 這個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它也就是在老的新華社 香港分社的這個旁邊 那麼又成了暴徒們 這個泄憤的一個目標 那麼這裡面應該是有的 很明確的一個象徵意義的 給人的感覺就是 北京你不是召開了這個 中共四中全會嗎 不是講到了國家安全的這個 法律和執行機制問題的嗎 你開完會 我今天就來砸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因為這個香港分社呢 它是亞太這個總分社 新華社呢 它是一個國家通訊社 所以暴徒們呢 我們看到一方面很可惜這個 當然或許警方也是沒有想到 這個暴徒會把這個新華社 作為他們攻擊的一個目標 但是另一方面呢 所以這個事件呢 又再一次的這個 使這個中國內地的輿論 和民眾感到了這個震驚 他們會 當然我注意到 內地一些網民們 也提出上的意思 怎麼在中國的這個土地上 因為香港是中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權嘛 怎麼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發動 發生這種這個 侮辱中國 反對中國 而且是要想把香港 從中國分裂出去 這樣的不僅是言論 而且是行動 而看起來呢 這個香港的政府 處於很被動的一種位置 香港的政府並沒有真正的 這個去履行 自己作為一國兩制下的 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法治上的這個責任 而香港的警方呢 也處於一種很困難的一個境地 因為昨天香港多地又發生了 這種大規模這種騷亂 這個包括這個放火 又是這個打砸 所以這個局面下去的話 這個從法律上 從執行機制上 要來建立一個真正的這個 能夠維護一國兩制的 這樣的一種體制呢 在香港這是當務之急 今天我們漫畫的主角呢 是波音公司的問題飛機 波音公司可以說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繼這個去年的波音MX 全面停飛之後 這個最近呢 這個波音公司又宣布 波音73G的NG 也出現了嚴重的質量問題 也必須全面的停飛 看來波音公司真是大難當頭 謝謝各位收看 時事爛兩天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大家